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大家知道嗎在麥克風中有一個全新的敵對生物 之前都沒有介紹過它最近突然出現的 這個生物呢就是衛道士的特別變種 這個呢每一個衛道士生成的時候有20%的機率 會騎成一個特別的職業 然後它會騎成一個特殊的機甲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到能不能召喚的出來 一直召喚不到20%20%20% 喔有沒有發現 喔出來了這邊會有一個工程師 它會駕駛一個機器人 很像在駕駛肝蛋這樣很強 喔好像死了 那這個工程師的衛道士呢 它駕駛的是一台很像鐵巨人的一個木製傀儡 它會自己的行動 然後頭還可以轉180度好詭異喔 超詭異的 然後坐在上面呢它還會拿斧頭砍你 就是看起來更強它有一個機甲武裝的感覺捏 你是沒捕路喔 那我們就試著來跟它對戰一下吧 這個傀儡到底有多強 這個壓迫感好大喔 雖然它走得很慢啊 那它這個操作看起來是跟它裡面的駕駛員是同樣的動作 它手舉起來然後這個傀儡也是會舉起來 它的方向應該是一樣的 只是它走得真的超慢 其實我可以繞過去 好不好它 欸它追距離也太短了吧 真的不追了 那我在打它的本體還是它的傀儡咧 欸尤其打不到 打不到欸 等一下我該打哪裡啊 喔喔喔喔我打到它腳腳了 欸欸它分開了 分離了 原來它的 啊咧 啊咧 欸我們把它拆開了 然後傀儡還在動 喔我把它打壞了是不是 我可以 我要 我把它打壞了 我起不了它 欸欸欸欸欸欸等等 喔喔喔 我把這個傀儡直接拿在手上 他是一個盔甲架欸 我直接把這個傀儡A走欸 然後我畫面什麼都看不到了 超大一個 它是一個會動的盔甲架 我只是把它A走了 可是我現在沒辦法架死它 喔喔喔變壞了 喔喔玩壞它了 這邊我們應該要攻擊它的本體 然後把它趕下這個機器人 喔唷 可以可以打可以打 然後它也會砍我 可是怎麼好像不是很痛 我被它砍砍看好了 喔它攻擊其實很近欸 而且它的傷害其實很低欸 是因為我有鑽石裝全套嗎 目前是鑽石裝全套 不是很痛 還好 我覺得比普通的那個掠奪者還不痛 可是它拿的是木斧嗎 不過斧頭傷害應該差不多 我們現在把它 本體解決 喔有了解決了 喔 它掉了好多東西喔 它身上的這個 喔 斧頭 這個我可以騎 喔我可以騎乘欸 WOW WOW 然後我應該裝備 這個嗎 雕刻過的南瓜 喔 我拿著這個木斧 然後我的手就出現了 哇 原來它手是分開的啦 它是分開的零件欸 哇 我可以騎乘 我可以駕駛這個機器人了 然後它的頭呢 我們好像是要 呃 穿在頭上的 喔 這是一個 這叫什麼 額外武裝嗎 我現在 頭是背在背後 然後延伸在頭上 好酷喔 我們來騎乘 有了 這樣就是完全體的 木製 傀儡機器人了 我就可以拿這個 去砍人欸 那這個手上的東西 應該就是 是 真正的木斧 不過其實鐵斧的傷害是 多2欸 木斧傷害其實還蠻低的 如果我這邊拿木斧呢 呃 喔 傀儡就看起來好像沒拿東西了 它的傀儡本身是沒有手的 它的手是利用 另外一個 玩家的武器 來把它顯示 它的手 然後它拿的是鐵斧 就比較強一點了 這個 打起來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好酷喔 可是它走得好慢喔 這個欸 喔 這是一隻馬欸 還是鋁子之類的 你看 它的盔甲堆 好好笑喔 它可以動 超好笑的 OKOK 大家應該也看得出來了吧 這個是一個 呃 玩家自知的一個資料包 然後它 用這個方式做出一個 新的生物 很奇妙 好不好 很強欸 它這個 變成一個傀儡駕駛員 可以開機器人 感覺很酷 這邊適合跟衛道士 來對決一下 喔喔 兩台機器人對決了 到底誰會贏 工程師對工程師 啊 砍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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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好慢 欸我解決它了 砍好慢喔 欸它怎麼感覺還蠻弱的 好總之這個是一隻馬喔 那我們打這隻馬的下體 不是打它的腳 腳它好像就不見 那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不能把它打掉了 我來看一下 好兩隻機器人 如果打它 呃 我們之前不知道怎麼打到它的 這個好像打 欸 欸 打到它了是不是 它跳了一下 總之都可以騎啦 好我們這樣可以換 換一台機器人駕駛 這樣的感覺 酷 而且我駕駛上之後呢 我還會帶上很像一個 護墓鏡防風鏡的東西欸 是因為我頭上那個裝備嗎 好像是欸 頭上有一個護墓鏡 對它是這個裝備的 欸現在這個雕刻南瓜 可以做成這麼立體喔 它這樣看起來很像一個背後靈有沒有 背後的替身使者在背後出現 然後有一個特殊能力 我有一個 呃比較 長的手 我有一個傀儡的手 可以攻擊你 替身攻擊 感覺這個機器人 如果可以再做一些 擴充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 系統欸 就像是武器如果可以 升級的話 它的斧頭會從 呃木斧一直到 鑽斧 你的武器的手 就是可以一直升級上去 然後也許我們鐵巨人 呃不是這個 木巨人呢 可以升級成 呃石製的啊 或是鐵製的 然後血量會比較多 然後一直到鑽石機器人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可以升級的概念 我們真的很像真的是在駕駛機器人 然後組裝它的零件 讓它變得更強 像是可以提升它的移動速度啦 可以讓它跑比較快 或是可以讓它跳比較高 或甚至它可以飛行 這樣會不會太OP 可以飛行好不好 可以有一個火箭背在背後 然後就往上飛 欸這樣好酷喔 如果它這個做得更完善一點 更多功能的話 欸感覺很像會變成一個 全新模組欸 欸 有沒有模組是可以駕駛機器人的啊 目前好像沒有玩過這種東西 因為minecraft跟機器人 沒這麼的 呃 適合嗎 我是有看過那個 雞娘 就是機器人的 很像女僕的那種感覺 好它是一個戰鬥機器人 不太一樣但是 可以玩家駕駛的機器人 好像沒有欸 有這種鋼彈模組嗎 目前是沒看過的 好所以這概念非常有趣 我分享給大家 大家想要自己玩玩看的話 我會在影片下方附上這個 原作者連結喔 那它是一個資料包 所以你要在 大概1.14以上 應該有資料包支援的都可以使用喔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在下方按下喜歡喔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 掰掰 掰掰